再来回到台海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指出 空军现有的环广系统功能强大 却遭到了防空雷达有盲区的问题 也显现出了现在的传递的机制 那么没有确实 更多的国会大现场一起来了解 大家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 国际最新的邀请到立法委员李德维 是 大家好 是 各位各位早安 今天还是要聊关于共机 不断地侵扰我国的领空 但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说 有关于马祖东营的领空 遭到运12的轻型机去侵扰了 不过空军他说他是具有确实的掌握 但是却遗漏掉了 怎么遗漏掉呢 这空军的网络 对于关于雷达侦测这些小飞机 他竟然没有监测到这一架运12 而现在马防部他就是不足说 我现在买了很多的信号弹 我来配发给他们 如果之后还是有飞机 是以低空去飞过的话 我就用信号弹去试警 各位各位怎么分析这样的情况 是我想其实因为运12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 飞得很低 而且载量很小 速度很慢的一般的飞机 那假如说我们的空军在他雷达里面 这样是一个盲区的话 而没办法侦察到 我们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难道一定要是其他国家高性能的战机 快速的战机 飞得高的战机 你才侦测得到吗 再加上假如说用这个信号弹来发给我们的官兵 假如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来发射 我们倒是觉得真的是 其实难道是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吗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国防部真的应该好好来思考 如何来应应这样子的问题 而不是等于说是有一种内部宣传的效益 只是想要发一个信号弹 我想这样子对于实际上 我们对于马祖或者这些离岛的空房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是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有专家学者就分析说 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有点柔性的劝退的做法 虽然说他不想去挑拨有关于两岸的问题 甚至大陆的敏感神经 不会可以看到这个防空以及信号弹的这个作为 真的妥当吗 这是假如说未来真的运用到这样的行为上面 真的有逼空飞过的这些运12的民航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每一次都发信号弹吗 还是我们应该重视两岸的沟通管道呢 是我想当然就信号弹而言 我们开个玩笑 其实发信号弹对于这些离岛而言 不应该是发在天上 发给在天上的飞机看 或许在周边的海上的一些船只 假如他有入侵到我们的领域 有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打发信号弹去警告对方 我们还觉得比较实际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当然还是希望 行政院的高层也好 蔡英文总统的国安团队也好 他应该要把两岸的和平当作是一个重心 那如祖果只是用这种信号弹来向对方的飞机发射 来做一个提醒或者来做一个表达意见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那样的层次真的就太低了 是 所以民进党口中所说的抗中宝台 就是以信号弹的方式去发射吗 其实这也凸显出不只是空军的网络 其实好像不够的密集 我们也看到可以如果说 未来可能会有小型的飞机经过之后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发现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 国安部在这个部分 必须提出一个相关的完整的计划 因为毕竟我想在我们的前线 包含金门跟马祖这两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岛屿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针对这样子 无害甚至于的一个低空的一个飞机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因应 我倒是觉得国防部也好 空军也好 甚至于当地驻守的陆军的部队 都应该做出一个计划来准备 否则的话 我倒是觉得对于我们离岛的安全 甚至于两岸的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都有一些遗漏的地方 是 今天谢谢德威哥 谢谢 好 讲到这个防空的飞弹 甚至讲到说现在 共机不断地侵扰我国的领域 大家都想要问的是 现在两岸到底安不安全 甚至我们因为 有可能触动一个信号弹 就已经引发了大陆的敏感神经 触动到了吗 其实刚才立委里德威 他就讲说 现在两岸问题更需要去重视 尤其是信号弹这个东西 只能示警 专家也说就是柔性的示警 以及劝退的方式 不过呢 对于现在两岸兵凶战委 我们都很关心的是 蔡政府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证 不是拿一个扫帚去保台 也不是拿信号弹去保台 而是呢 建立真正完善的两岸沟通管道 以上这次的国际姐新 我们赞金由教授给彭妮主播 喜欢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咯